你知道吗 你打的两针新冠疫苗都够你在三线城市买动房子 你相信吗 你没有听错 作为中国人呢 接种疫苗都是免费的 所以大家忽略了它的价值所在 那么今天我就把这个数据说出来 在国外接种两针真正的疫苗需要12万 而在日本呢 需要18万 在澳大利亚接种的费用更是高达了45万 中国的疫苗在世界上就是这么的抢手 可惜的是疫苗在中国的定价呢 两只只需要400元 而且现在面向中国都是免费的 相对于中国的疫苗在国外的价格 听到的此刻呢 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感到无比的庆幸和自豪 我们必须清楚 不是疫苗它不值钱 而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虽然疫情前段时间有一些小小反复的出现 但是大家不要害怕 因为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在任何情况下 国家都不会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 甚至会动用一切的力量 免费的医疗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而这些措施呢 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做到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们的家 一起加油吧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2月31号 星期五 是这个2021年的最后一天 肯定有这个网友呢 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已经是这个2022年了 所以呢 狗哥在这呢 还是先祝愿一下大家 就是在新的一年 2022年 大家呢 都能够这个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这个个人的生活上呢 也会是这个越来越顺心 狗哥呢 这个呢 也是不能免于俗套 这个新的一年到来这时候呢 必须要给大家呢 送上这个美好的祝愿啊 当然了这个祝愿归祝愿 大家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在将来会怎么样 最主要呢 还是要靠自己啊 去努力去生活 所以呢 大家呢 都一起来加油 今天影片开头的这个比较nice的小视频 本来狗哥是没打算让大家在今天看的啊 但是呢 狗哥在前天不是也打了这个疫苗吗 是打了这个辉瑞疫苗的第三针 加强针 结果呢 这次的反应呢 就有点强 其实呢 也不是这个太强的反应啊 就是打完以后呢 这个胳膊呢 是有点疼 脑袋呢 也有点疼 昨天一天呢 都是有点难受 所以呢 在昨天呢 就没有做这个新的影片 那从打疫苗这个事儿 狗哥呢 就想起来 大家刚才看到了那个比较nice的小视频 所以呢 在今天呢 就跟大家呢 分享一下 这个姑娘呢 她应该是中国的社交媒体抖音上的一个视频的博主 狗哥不知道她在抖音上是不是一个大V呢 她在抖音上是不是有这个很大的影响力 如果说有知道这个姑娘情况呢 网友 狗哥呢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留言分享一下她的这个信息 那对这个中国姑娘她的抖音的小视频 狗哥呢 想说两点 爹 就是像她这么一个看上去是这个很漂亮 很体面的这么一个姑娘 怎么就能够做到满嘴谎言啊 而且呢 是这个脸不变红 心不跳 生情病茂的这个满嘴说谎话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国cctv 新闻联播的那些个主播们 他们都是有这种功利的啊 就是他们可以每天对着这个好几亿中国人 可以做到这个理直气壮 而且呢 是充满感情的在说谎话 那对新闻联播主播们这种能力 大家肯定都是这个不奇怪的啊 狗哥呢 也不会感到这个奇怪 还有遗憾 但是呢 在中国进入这个抖音时代以后 很多很多很多普通的中国人 他们在抖音这样的社交媒体上也是满嘴谎言 而且呢 也都是像cctv 的那些个主播们一样讲谎话 讲的是理直气壮啊 对这种现象 狗哥呢 就感到这个比较遗憾了啊 虽然中国人经常讲是上梁不正 下梁呢 他才会变歪 但是呢 狗哥呢 对这个中国的普通人们啊 堕落成这个样子 还是感到是这个比较遗憾 第二 看到这个姑娘呢 抖音视频呢 狗哥呢 有想到很著名的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胡叼盘 他曾经讲过的一句名言 他说这个 中国人玩着抖音上着淘宝就能把美国逼回到农业国 那在中国的这个抖音上 大部分其实呢 都是像这个姑娘这样的啊 满嘴讲谎言的 很虚假的视频 狗哥在以前的也给大家呢 是分享过不少啊 像这个有一批啊 很著名的 都是这个同样一个剧本出来的这个站在鸦绿江边的那个视频 那中国人整天看这些东西啊 然后呢 就是整天上这个淘宝直播 看各种直播带货 然后呢 就认为呢 能够打败美国 把美国逼回到农业国 狗哥认为呢 这个呢 真的是心太大了啊 真的是这个宇宙很大很大啊 中国人真的是很善于幻想这个星辰大海 这个话题呢 狗哥今天呢 就不讲太多了啊 在马上就要过去的这个2021年 狗哥呢 是有过一个判断 就是狗哥认为呢 中国即便是在经济上也永远赶不上美国 中国呢 已经是失去了这个能够赶超美国的最好的机会 前两天 英国有一个智库呢 他是发了一个报告啊 他的这个报告呢 把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时间点呢 是往后推迟了两年啊 在以前 英国的这个智库认为呢 中国经济会在2028年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但是现在呢 他把这个时间点呢 往后推迟了两年 认为这个中国经济呢 在2030年才能够超越美国啊 狗哥认为呢 像这些国际智库还有研究机构 他们真的都是太保守 或者说呢 有很多他们是不愿意得罪中国 所以呢 他们不敢很大胆的讲中国经济永远赶不上美国 狗哥呢 是敢这么讲的啊 这个呢 也是狗哥的一个真实的判断 还有预测啊 但是呢 狗哥这么判断呢 也有一个前提 就是中国呢 在将来要一直像最近两年这样是一直加速开道车 你这样的话呢 你当然就不会超过美国啊 如果说在将来有万一啊 狗哥说的是这个万一啊 如果在将来几年万一啊 中国这个不加速开道车了啊 中国这个又有机会这个浪子回头改鞋归正了 那这个中国经济呢 他呢 可能还有机会会赶上美国 但是呢 狗哥呢 也必须要说呢 这种机会啊 是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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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啊 今天这个影片呢 狗哥呢 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狗哥呢 对新的一年 也就是2022年的几个预测 还有判断啊 这几天呢 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媒体私媒体呢 都在对新的一年进行各种预测 还有展望 狗哥呢 也凑一下热闹啊 对这个中国在2022年可能会出现 或者说这个不会出现的一些状况呢 都做一些预测 给大家呢 提供一些参考 然后呢 在这一年之后 在2023年元旦那时候 大家呢 就可以把这影片呢 再翻出来啊 对着里边的这个内容呢 一条一条来打狗哥的脸 第一个判断上预测 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发展方面 这方面 狗哥呢 有两个预测 第一个 就是在过去两年来 中国一直采取的啊 而且呢 还在不断加码的这个非常严厉的疫情管控措施 有非常大的概率 在2022年还要再持续一年的时间啊 狗哥呢 再重复一下这个预测啊 就是中国采取的非常严厉的封城 封路 封小区 让民众吃不上饭的这种非常严厉的疫情管控措施 在2022年很可能还要再持续一年啊 那这个状况会出现的概率 我认为呢 会超过90%啊 然后呢 跟这个状况会相配套啊 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这种闭关锁国也会再持续至少一年的时间 这个呢 是狗哥关于这个疫情的第一个预测啊 第二个预测 其实呢 也比较预测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么一个判断 就是中国现在有的所有的疫苗 对于这个病毒新变种奥米克隆 它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啊 讲一句这个对中国人民来说 呃 比较残酷的话啊 就是如果在2022年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继续坚持继续认可这个病毒呢 要完全清零这种政策啊 如果说中国人继续坚持要绝对跟这个病毒呢 不共存 要绝对清零的这种态度 那过去这一年多 全中国人打了那么多的这个中国国产的疫苗 这个效果呢 等于是完全没打 也就是说呢 在2022年 面对这些个病毒的新变种 全中国人已经打了那么多的中国国产的疫苗 效果呢 基本上会完全清零 属于这个瞎子点灯白费辣啊 这个判断呢 其实呢 也是狗哥认为 在2022年 中国政府会继续非常严厉疫情管控的一个原因啊 因为你这个疫苗呢 在实际上不管用 同时呢 你呢 又要坚持这个绝对清零的目标 那这个呢 就只能是要经常把中国人都关在家里 实现一个屋里上的绝对隔离 对不对 这个呢 都是很简单的道理啊 这个呢 是狗哥对在2022年中国疫情管控这方面的一个判断 其实在去年 现代文明世界的疫苗刚出来的时候 狗哥呢 就有过一个预测啊 当然狗哥认为呢 将来很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状况 就是中国呢 会成为这个地球上的一个孤岛啊 中国以外的这个世界 要不然呢 是打了这个好的疫苗 或者说呢 是有这个好用的药 然后呢 就把这个疫情呢 当成感冒来对待了 要不然呢 就是这个很多的穷国 他们没办法 然后呢 就会彻底躺平啊 都感染上一遍 然后呢 实现这个群体免疫 他也没事 只有这个严防死守的中国 在最后会成为最后的一个孤岛 因为中国人他对于墙外边的这个病毒 他是完全没有这种免疫能力的 而且呢 经过两年时间的洗脑 中国人普遍对这个病毒呢 又都是怕的要死 所以呢 中国呢 他就会成为最后一个很危险的孤岛啊 这个呢 是狗哥在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的一个判断啊 狗哥认为呢 在过上半年的时间 到2022年的夏天 这个判断呢 就会成为一个很明显的现实啊 所以呢 到时候这个中国政府呢 他到底会怎么收场啊 他怎么去让中国老百姓最终去接受必须要跟病毒共存的这个现实 这个方面呢 这个预测还有判断 狗哥呢 就讲这么多啊 呃 对明年中国的第二个预测是在这个经济方面 这个呢 其实呢 没有太多的疑问 就是在明年2022年啊 中国的经济呢 会进一步的变差 会有这个更多的中国人这种经济状况呢 会变得越来越艰难 狗哥预测的这个状况呢 在这个2022年是百分之百确定会出现的 其实在过去两年已经是出现了太多这个中国经济要出现衰退的这个信号 狗哥呢 今天就说两个信号 第一个 中国墙里边的这个网友们是不是都知道 就现在中国墙里边最火的工作就是去考政府的公务员啊 去吃这个财政饭 对不对啊 那这么多中国的年轻人现在呢 都是哭着喊着 要去考这个公务员 要去吃这个财政饭 这个呢 其实呢 就反映出来中国其他行业的饭呢 现在呢 都不好吃 都很难吃 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中国经济变差的信号 同时呢 在另一方面 中国公务员们的待遇呢 其实呢 也在变差啊 在明年 还有在以后 在中国吃财政饭 肯定呢 也不会像以前吃的这个那么舒服啊 最近中国墙里边有三个这方面的新闻 可能有网友呢 已经是这个听说了啊 一个呢 是中国东北的城市黑龙江的鹤岗 他停止招收新的政府公务员啊 原因呢 是因为鹤岗这个城市 它的财政呢 其实呢 已经是破产了 这个政府呢 它是完全没钱了 这个呢 是第一个新闻 第二个新闻 河北省的霸州市 最近呢 它对于这个民众还有商户呢 是大规模的乱罚款啊 这个呢 也是因为霸州这个地方政府 它没钱了啊 然后呢 它呢 就开始鸣抢 第三个新闻 呃 江苏省苏州市的很多教师被降低薪水 而且呢 据说呢 还是被自愿降薪 前段时间 还有杭州的这个公务员被降薪 中国的网友们都知道 像杭州 苏州这些地方 自古以来都是中国这个最有钱的地儿 那现在这些中国最有钱的地儿 它们的这个财政呢 显然呢 也不宽裕 所以呢 大家呢 就可以 更可以想象 像中国的北方地区 中国的西部地区 他们的那些个 这个财政的状况啊 所以呢 这个中国经济的大麻烦啊 中国经济这种衰退 在明年2022年 大家呢 会看得更清楚啊 这个呢 是百分之百会出现的状况 狗哥对2022年第三个预测 是在中国的政治方面啊 在2022年中国的政治方面 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这个最高领袖习近平 他能不能在中共二十大上这个连任正式开始终身制啊 狗哥呢 对这个习主席呢 一直是比较看好的啊 所以呢 狗哥认为呢 他在明年底中共二十大上 呃 这个连任继续担任中国最高领袖 这方面呢 应该不会出太大问题啊 这方面这个实现的概率呢 应该是超过百分之八十啊 当然了 狗哥呢 给出这个百分之八十的概率这个判断呢 也是要说明呢 习近平他在明年成功连任 也不是说呢 就是板上钉钉是百分之百没疑问了啊 可能呢 还有这个百分之二十这种概率呢 他不能连任啊 这方面那个分析 狗哥今天呢 就不想一讲了啊 大家到明年这个时候 看结果就行了 最后一个大的预测 是在中国的军事方面 其实狗哥在以前讲过 就是在明年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 中国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这个围绕台湾 搞一个小规模军事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呢 会比较大啊 在狗哥看来 这种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会达到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概率 这个军事冲突他从这个规模上讲 肯定小规模的啊 可能会发生在台湾控制的这个东沙岛或者说呢是太平岛 或者是在台湾海峡周边这个以其他形式来发生啊 传说中大规模的武统基本上不会发生 中国在明年对台湾搞大规模武统的可能性啊 在狗哥看来这个概率呢是低于百分之五啊 这个呢是狗哥的判断啊 那小规模军事冲突发生的这个时间点 狗哥认为它最可能会发生在2022年的九月份十月份前后 在明年2022年2月份北京呢要办这个冬奥会 冬奥会结束以后在三月份或者说呢是在四月份或者说呢是在五月份 中国呢要开这个每年度的两会 那这几个月呢应该呢都不会发生这个大事啊 六月份以后 中国政府他在军事上搞事了这种可能性呢就会加大啊 到九月份十月份那时候呢这种可能性呢就会达到最高 这个呢是狗哥的判断 而且呢狗哥要说呢习近平他如果连任比较顺利啊 如果说他能够这个稳稳当当在十月份的这个二十大上连任 那这个习近平他在台湾搞事了这种可能性呢就会变小 相反的状况如果习主席啊在明年的这个连任呢不太顺利 那台湾海峡出事了这种可能性呢就会变大啊 还有一种这个最极端的状况 就是如果这个习主席啊在明年的连任出现了这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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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顺利的极端状况 也不排除他呢会对台湾发动大规模的武统战争的这种可能性 这个是狗哥的判断 刚才说的这些呢就是狗哥呢对二零二二年中国出现了几个大的状况的这个判断啊 就是在疫情防控方面中国在二零二二年啊会继续对外部呢是闭关锁国啊 在内部呢是继续的这个封城封路封小区让老百姓的挨饿 这个呢是百分之九十的概率会出现的状况啊 在经济方面中国经济呢在二零二二年呢会变得更差啊 这个衰退的状况呢会看得更明显 更多普通中国人的经济状况呢也会变得越来越艰难 这个呢是在二零二二年百分之百会出现的状况 很多人会关注的这个习近平在二零二二年的连任啊 是不是会正式开始终身制 狗哥认为呢这个状况出现的概率呢会超过百分之八十啊 另外这个百分之二十的小概率是不是要很多网友呢会盼着出现啊 跟这个问题有这个比较紧密联系的就是二零二二年台湾海峡出现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狗哥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 最危险的时间点呢是在二零二二年的九月份十月份的样子 这些呢就是狗哥对明年二零二二年的一些这个大的判断和预测啊 今天影片到最后呢狗哥呢也不想再住院世界和平了啊 反正这个狗哥的住院呢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啊 狗哥呢最愿意做的就是跟大家呢一起观察 一起分享这个世界的一些现实 还有对未来的一些预测还有判断啊 如果说有网友呢认可认同狗哥的这些判断 然后呢根据这些现实呢来做事 最后呢能够让自己的状况呢会变得更好啊 或者说至少呢不会变得更差 那这个狗哥呢就会这个非常非常的满足啊 好了今天这影片呢就聊这么多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明年再见啊拜拜 拜拜